正月初九是玉皇大帝圣诞 新城乡家里村的天宫庙 17号晚间就涌入大片的信众来上下 祈求和家平安健康 而现场徐政卫 立委副坤齐 还有新城乡长何立台特别前往参拜 向玉皇大帝祈求献运昌龙 五股丰收 欢迎现场徐政卫 立委副坤齐 新城乡长何立台 明镇处长明良正也前往参拜 向玉皇大帝祈求献运昌龙 五股丰登国泰民安 并且在现场发放开运福带 让前来参拜的乡亲以及民众 在龙年讨吉利保平安 大乡亲赞求献运昌龙三不加急 参拜之后,现在许中刘福冠旗发放 熬邀龙门新年开孕福袋以及田堂 给现场信众以及乡亲 让林区的民众沾沾年纪喜气 也祝福大家一年龙土大展 欣欣笑容 在晚间11点指示 今天将来和立台率领着秘书吕宽汉 以及公所团队也进行参拜 感谢天宫护佑新城乡 让地方蓬勃发展 现在将来和立台表示 天宫又称为一皇大帝 原始天尊 也是属穿的老天爷 是统领世间万物的神 在农历春节期间 祭拜天宫有两个重要日子 其中一个就是除夕拜天宫 感谢神明去年的照顾 另外一个则是初九拜天宫 因为初九是天宫生日 俗称天宫生 传说一皇大帝会在这个时候返回天宫 接受各路神仙的庆贺 同时初九来到来也代表春节过年期间 已经结束了 也没有需要回到正常生活 记得记得同意 新城乡博导